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说很多事从来都没有速效解决法 只能忍耐 或者就这么熬过去 嗯 大概就像生病一样 有时没法对症下药 就只能等他自然痊愈 我不清楚你在苦恼什么 只是能感觉到你身上那股强烈的焦虑和压抑 不过 比赛快要开始了 打起精神来吧 好的 业助前辈比赛顺利 看来人已经到齐了 接下来我将宣布第二轮比赛内容 阿儒村附近的这片区域中 现在埋藏着三台地脉干扰器 这种机器能够模拟地脉紊乱的效果 时刻干预着区域内的环境 你们的目标是将他们关停 最先完成比赛的三个人 按照关停机器的顺序 依次获得四点 三点 两点积分 需要强调的是 每个人只能携带定量的水和食物 另外 离开比赛区域会视作本轮弃权 怎么样 后辈 这次还要不要继续合作 看在上一轮的份上 这次我可以考虑先帮你拿到积分 不用了 前辈 这一带我来过很多次 机械更是我的专长之一 找到地脉干扰器对我来说 轻松得很呢 可以 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 我也对这附近很熟悉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机器吧 不过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一个夺冠热门人选 需要小心应对 夺冠热门人选 是谁啊 看到了吗 就是提纳里那小子 上一轮他拿了第一名 如果这一轮还是他最先观停机器 就可以提前宣布学院争霸赛结束了 我听说前不久 你们一起解决了道成林的地脉泄露问题 这次也是机器模拟的地脉紊乱 对他来说 完全是轻车熟路 有道理 这么看 提纳里获胜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那小子 已经有柯莱这么好的徒弟了 再让他拿到冠军 岂不是什么好事都让后辈战了 作为前辈 我要阻止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我先出发啦 我也走了 回头再见 你还好吗 现在还好 走一步看一步吧 只有这么一点水吗 很抱歉 但是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 这一轮比赛 表面上是比平观停机器的速度 其实也是在考验恶劣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果然比我预想中难多了 要么速战速决找到机器 要么就只能节约体力等待机会 我明白了 我也准备去沙漠了 谢谢你 不客气 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都已经出发了 这次我们要先去谁那边呢 让我想想 对了 发露山不是说提纳里是这次的夺冠热门吗 我们就先去找他吧 比赛已经开始 艾尔海森先生认为谁会赢得这一轮比赛呢 自然是找到地脉干扰器的人会赢得这一场比赛 原来是这样 这不是把规则复述了一遍吗 今天这种天气恐怕会影响到比赛 人都看见了 我应该没出太多汗吧 被拍到的话有点尴尬 让我看看 他们会把地脉干扰器放在哪里呢 等一下有点痛啊 沙湖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沙湖 别摇我衣服 今天的太阳格外厉害 好晒 希望提纳里那边没事 不太可能没事 我得去看看 看来比上一场麻烦 不过我不急 应该找个地方坐下 看他们忙活 有点 有点晕啊 起那里 起那里 奇怪 骑士气指引的位置就在这附近才对啊 起那里 听得到吗 真的 起那里 起那里怎么昏倒了 我们快去帮忙 起那里 你没事吧 好 好热 原来是热的 难道说提那里不习惯在沙漠中行动 没错 以前每次来沙漠 我都会准备很多水 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次水很快喝完了 再加上地脉紊乱的影响 脑袋就开始晕晕的 说起来 我祖先中的巴罗加修纳 其实来自沙漠 然而物种迁徙 往往就不能适应原先的环境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得快点去找水 人类真是脆弱 血肉之躯 连应对外界环境剧烈变化都做不到 拿着 给它喝 真的吗 这水是普通的水吧 喂 你这就走了 真是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不过还是先把水给提那里比较重要 多谢你们 我感觉好一些了 也不光是我们了 其实刚刚 总算找到了 萨诺 你也来了 有点担心 所以过来看看 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尾巴上的毛刀烤干了 我觉得没必要硬撑下去 看来我不太适合这一轮比赛 既然这样 不如早点回阿入村休息 啊 其那里打算计全吗 嗯 有第一轮的积分打底 就算第二轮颗粒无收 下一轮 仍然有逆转的机会 现在退赛还能提前养精蓄锐 继续耗下去 反而没什么意义了 明智的判断 我们送你回去吧 啊 不用 我自己也能回去 好了 不用跟我们客气 走 我们出发 回阿入村 起那里 你身体还是不舒服吗 要不要再休息一下 正好有阴凉的地方 可以待一会儿 好吧 听你们的 来啊 好了 咱俄前辈 提纳里前辈 还有旅行者和派盟 来了 来了 海森 嗯 陽光太曬了 我在這裡躲一躲 你們呢 難道說是已經完成比賽了 沒有你想的那麼厲害 我準備齊全 賽諾和旅行者正要送我回阿如村 齊 齊全 這也可以嗎 我記得規則上應該允許吧 艾爾海森說過 離開比賽範圍會被視作盪輪棄拳 比賽前我問你還好嗎 如果那時候你直接棄賽 也就不用造罪了 總要試一試 試一試發現做不到 再放棄也不遲 等回去 我一定要多做幾種防曬精油 下次來沙漠之前 還是要做好充足的準備 說起來 你是萊伊拉選手吧 我感覺你的狀態也不好 沒事嗎 我剛進沙漠的時候也有點頭暈 在這裡休息了一會兒 已經好多了 不要勉強自己啊 放心 我只是 壓力很大 賽諾前輩能看出來嗎 我在審問犯人的時候 見過他們露出和你差不多的表情 其實 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資格做明論派的代表 很多人都是因為傳言才投票選我 但那些傳言在我看來很飄渺 反倒是他們對我的期待 讓我不知該如何適合 就算是平時經常指責我的人 這次也投了我的名字 我覺得自己也該有所回應 這份期待 讓你感受到壓力了嗎 是的 我聽說提娜里前輩也是被投票選上來的 前輩是怎麼應對這種壓力的呢 說實話 我身上並沒有什麼壓力 首先 投射在你身上的期待 未必都是善意的 真正願意為你考慮的人 不會希望你勉強自己 然後 我們是學者 學者的本職工作 是跟知識打交道 而不是回應他人的期待 就像我來參加比賽 是為了宣傳下個月在華城郭舉辦的科普講座 我當然會在比賽中盡我所能 但不會背上額外的壓力 我覺得你也可以找一個更明確的目標 這樣應該會好一些 我明白了 多謝提娜里前輩的教導 說了這麼多 嗓子又開始冒煙了 我的水壺裡還剩一些 不用了 這裡離阿如村也不遠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 你不是還想要限定卡牌嗎 趕緊繼續比賽吧 放心 我會背負著你的意志戰鬥下去 嗯 不要說得好像我已經斷氣了一樣 旅行者 派蒙 還有萊伊拉 我先走了 比賽結束後再見 我也繼續去找地麥干擾器了 萊伊拉 你好一些了嗎 嗯 剛剛和提娜里前輩聊了聊 我感覺心裡好受多了 從家鄉來到教令院 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 在這裡的每一天都很寶貴 當然 也有點辛苦 各種複雜的星象模型 數不清的隨堂測驗 還有絞盡腦汁才能勉強做完的論文 就像一塊塊滾動的巨石 追阻著我不停向前跑 當我被選為學員代表時 我總覺得身後的巨石又多了一塊 每次閉上眼睛我就會想 如果我搞砸了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人感到失望吧 是啊 我想這就是提娜里前輩想要告訴我的 你們不會阻止提娜里前輩推賽 也不會對我感到失望 因為我們是好朋友 沒錯 所以來一拉不要不開心了 不過提娜里前輩也說 希望我能夠有更明確的參賽目標 現在我還沒有 我會仔細想一想的 不耽誤你們時間了 你們還要記錄其他參賽者的事呢 說不定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其他人已經有進展了 那我們先去其他參賽者那裡看看 不過先去找誰呢 提娜里已經棄權了 賽諾剛剛見過 要不要去法蘆山前輩那裡呢 我聽說法蘆山前輩對沙漠很了解 應該進展很快 好 那我們先去找法蘆山 別擔心 我沒事的 我 有牽手 你看起來好悠閒 你應該慶幸我像現在這麼悠閒 不然說明又有人要倒霉了 但如果這一輪你還是拿不到積分的話 就基本沒有奪冠的可能了吧 我又不是真的想當學院冠軍 這種名頭根本不重要 再說 看這麼多人爭奪一件無用之物 本身就很有意思了 哦 你們提醒我的 接下來的比賽應該沒什麼意外 我得盡快去別處 我絕不會放棄 嗯 應該是這麼說的吧 我絕不會放棄 一支 是我最好的武器 怎麼又來一支 大陸山 你這邊有什麼進展嗎 你們來得正好 我正準備從這裡往下挖 欸 難道說你已經找到地脈干擾器了嗎 這點小問題怎麼可能難倒我 進入沙漠不久 我就發現一個圓能夠裝鐵的行動軌跡不太正常 一路跟了過來 到這附近的時候它突然就不見了 說明這裡肯定有問題 不愧是發露山 這麼快就想到辦法了 誰讓我的經驗更豐富呢 先不提這個 現在有人完成比賽了嗎 還沒有呢 那看來我就是第一個了 皮娜里那小子呢 蛤 為什麼 他不太擅長在沙漠裡行動 沒想到他還有這樣的弱點 還要多多鍛鍊才行啊 其他人的情況怎麼樣 離多飯地的小丫頭還在苦惱嗎 提娜里跟她講了一些道理 現在來一拉看起來好多了 賽諾剛剛出發開始找干擾器 阿茂 我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卡維呢 她也沒有找到地脈干擾器嗎 沒有吧 不然我們的指示器會想的 奇怪 她怎麼也磨磨蹭蹭的 以她的水平 不應該這麼久了還沒消息 我這邊已經沒什麼懸念了 你們到她那裡去看看吧 嗯哼 來了來了 我有一種預感 很快就能挖到好東西了 都說了別跟著我 我身上就只有這麼點吃的 全給你們了 叫也沒有用 沒有就是沒有 我身上只剩下半壺水 不可能給你們的 沒有水在沙漠寸步難行 等會兒我還得去找東西 梅和拉克 你幫我攔住他們 卡維 原來你在這裡呀 發露山讓我們來看看你 你在做什麼 唉 提起來就生氣 我在沙漠裡走了沒多久 就被這些傢伙纏上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沒有離開比賽區域 還被地脈干擾器 搞得暈頭轉向 見到我之後 索性賴著不走 還從我這兒騙去了 為數不多的食物 不是讓你幫忙攔一下他們嗎 卡維 這個會飛的大鐵塊 是你的嗎 嗯 這是我的工具箱 叫梅赫拉克 工具箱 看起來好高級 你好呀 你能聽懂我說話嗎 我出門要帶東西嗎 有個實用的手提箱總是好事 可它看起來也不是普通的手提箱呀 說來話長了 之前我在沙漠工作 遇到過一支商隊 他們手上有個寶貝 是從陵墓裡挖來的機械核心 那個核心很明顯出自赤王文明 赤王的技術由來至今未能判明 妙論派內部也是觀點眾多 我們現有的理論還不能解開這些謎 所以難得看到這麼完整的零件 我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下來了 前陣子我想做個可以放東西又能脫手的自動手提箱 正好有這個零件 就以它為核心製作了梅赫拉克 它理解不了很複雜的命令 但可以充當我的助手 幫我完成策繪之類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它不會說話 不會一張嘴就讓人惱火 這麼說來 上次多謝你幫忙隱瞞我現在住在艾爾海三家的事 對不起了 真希望這種生活早點結束 我的人生能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生活越來越糟 可能要追溯到我母親改嫁去封單 或者從我在圖書館向艾爾海森搭話開始 又或者是因為卡薩扎萊宮掏空了我的錢包 欠款到現在還沒有還完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仔細想想 你們也和我一樣不走運 被困在地脈紊亂的地方 對你們也是一種無望之災 好吧 我先送你們從這裡出去 但是卡薩你不是還要找地脈干擾器嗎 話是沒錯 也不能放著他們不管吧 先不想那麼多了 越想越頭疼 把他們送出去 然後我再去找地脈干擾器 沒時間閒聊了 我先走了 總覺得卡薩很矛盾 那麼想要冠軍獎金 又放不下他想幫助的對象 上次見他就覺得了 他好像很容易陷入困境呢 我也不想說這種話 可那種性格的人弱點好多 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吧 啊 有人已經完成比賽了 對呀 或是誰呢 我們去找艾爾海森問問吧 站出什麼 楊 安靜點兒 我正在找出去的路 总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太对劲 等我梳理一下思绪 原来如此 二十年前 我们已经核实完毕 塞诺先生 恭喜你最先完成比赛 原来是塞诺最先找到地脉干扰器 我是素论派出身 熟悉有关地脉的知识 找到干扰器对我来说并非难事 正好旅行者和派谋也在 塞诺先生要不要说一说感想呢 感想吗 我的朋友倒在了比赛的路上 所以我绝不能输 过往的牵绊将开辟新的未来 有情之正连接着我们 此刻的我 不会输给任何人 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召唤王中的台词 也是我现在的感想 我觉得幸亏体那里不在 不然应该会翘他的脑袋 不知不觉已经快到晚上了 想必选手们的水与食物已经耗尽 比赛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类似的场面在召唤王里也出现过 非常经典 艾尔海森先生有什么看法 我对召唤王没有什么感想 很显然尼璐不是在问这个吧 夜晚的沙漠比白天更危险 比赛应该接近尾声了 目前只剩下发露山 莱伊拉和卡维还在坚持 不知道下一个找到地脉干扰器的 会是谁呢 只剩下三个人了吗 提纳里弃拳 赛诺完成比赛 对了 阿茂呢 不久前也棄赛了 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过就像艾尔海森说的 比赛应该接近尾声了 我们去看看其他参赛者在做什么吧 比赛越发激烈 相信艾尔海森选手也感受到选手们的热情了吧 相较于选手们的热情 沙漠的炎热更直观 提纳里退赛是个相当明智的决定 我应该没出太多汗吧 被拍到的话有点尴尬 听听这种天气 恐怕会影响到比赛 还好吗 好多了 刚刚感受到了阿茂村人的好客 喝了整整两瓶水 需要的话 我可以说个冷笑话帮你降温 不必不必 我心领了 手牵手 我心领了